很多人問你篩了嗎 或者是你買到篩檢試劑了嗎 我們先來看醫院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篩檢站急診 第一線是最危險地帶嗎 現在的疫情 真的像我們的標題一樣 叫做遍地烽火 很明顯的在五一的長假 很多人開始避免難來北往的 比如說返鄉 比如說去旅行 我們先來看醫院的部分 北一現在是爆發說 兩個病房的群聚12個人確診 那麼當然護理師也會很緊張 4月27號三名護理師 一名陪病者 4月29號一名護理師 三名陪病者 但是現在到底是院內感染 還是這個病毒哪裡來的呢 院長發了一封短訊 結果讓基層的醫護 覺得很不滿 那麼這個北一也證實了 現在病房兩起的群聚 就是我說的兩起 那現在的定調 已經通報衛生局 來進行匡列了 那麼院方現在判斷 可能感染源來自社區 那可能不是來自醫院裡頭的 院內感染 因此北一的副醫院長 他就署名傳了一封簡訊給基層 裡面就提到說 好幾個單位的同仁確診 源頭多不是院內感染 顯然態度過於鬆懈 就是因為這通簡訊 引爆了很多基層的不滿 大家不滿什麼 因為大家認為說 院方這是限制 未染疫員工的人身自由嗎 要求員工下班之後 不能有正常的生活跟活動嗎 的確我有醫護人員朋友 他們的確醫院就有告知他們說 希望他們盡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 畢竟你要回來醫院上班 如果說有人確診 真的是很麻煩 好 北一也做出回應了 強調這的確也是保護同仁 院方的承諾 也是不可迴避的責任 所以現在這個狀況 的確讓大家很兩難 要自由還是要防疫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則新聞 北一大門員工跟民眾進進出出 但上個月底院內爆發兩起群聚 四月二十七號有病房四個人確診 四月二十九號 另一間病房八個人確診 但院長邱仲峰 卻發出這封簡訊 同仁確診源頭多不是院內感染 顯然我們態度過於鬆懈 這讓醫師公會聽不下去 院內有醫護認為 院方等同限制未染疫 員工的人身自由 要求員工下班之後 不能有正常的生活與活動 對此院方發聲明表示 院方絕對沒有苛責 受到病毒傷害的同仁 有幫全院同仁保防疫險 也並非限制同仁 人身自由 不只醫院群聚狀況 現在更傳出 北部某醫學中心 急診科主治醫師表示 單位有十分之一的同仁確診 因為有人確診就要重新排班 護理師之間甚至有篩檢前 要告訴護理長的潛規則 讓護理長有心理準備 專家黃麗棉認為 台灣疫情進入指數型成長 一定有很多快篩陽性的人 選擇自我隔離不想通報 也不想再驗PCR 最近有些人為了怕被居家隔離 影響工作 所以他不敢做快篩 如果快篩陰性才可以去上班上課 如果快篩呈現陽性 請好好的待在家裡 疫情把火燒出醫護人力問題 民眾在心理壓力下 不願坦承快篩陽性 可能會成為大量的社區黑素 記者林委王一仲台北報導 好的確的很多人現在可能怕篩 或者是想篩沒有快篩試劑可以篩 我們先來看一下中央流行 醫院指揮中心為了要減少急診的壓力 現在不得不快篩陽性才能做PCR篩檢 那麼哈佛大學的公衛博士李建章 其實他就做了一個提醒 他說急診的使用原則是症狀的嚴重度 現在已經不像以前了 我們要清零 所以如果你篩出陽性 你確診 你會有很嚴格的處理方式 你可能要立刻住院等等 他說現在已經不是這個樣子了 如果說快篩陽性 但你無症狀 那你也不該去跑急診 如果你快篩陰性 可是你症狀就很嚴重 你就一直發燥 你一直咳嗽 你快不能呼吸了 他說應該要到急診來 所以這個要不要急診 跟你快篩陰性陽性 現在已經不是絕對的關係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地方上的大家長怎麼看 現在柯文哲說 北市在2到3天 病床可能會不夠 因為現在疫情可以是 說是烽火連天 所以他現在發布了行政命令 給各大的醫院 就是現在開始提高住院門檻 除非懷孕36週以後 洗腎病患或者是慢性疾病 不然有立即危險的 現在立刻我需要公養的才住院 為什麼我們要把病床 留給最需要的人 那麼現在醫療量能不能崩潰 是我們首要的 再來地方的部分 加設社區的篩檢站 再來醫院的部分 有發燒門診來進行分流 無症狀要快篩陽才能PCR 鼓勵基層幫忙採檢服務 再來就是醫院現在服務要降載 然後要調度人力 不過在今天就發生了 這樣的一起症狀 有一對情侶說不想等 然後他們就隱瞞病況 他們就進急診室了 才說他們是親密接觸者 因為剛剛說了 你要陽性才PCR 如果我自己快篩 但是我沒有告訴醫院 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這就是今天這個案例 他們就已經到了急診室之後 才說其實我們是密切接觸者 可能我們會是陽性 那再來馬上就PCR篩檢了 果然他們兩個人 就是陽性確診 讓醫生感嘆 他說你這樣是把其他的護理人員 跟其他的病人曝露在危險當中 我們先來看醫生發文 告訴我們這整件事情 他說我不想說一個圖 我怕說了會影響我檢查 跟處理的速度 但是有一位女友 明知早上快篩陽性 卻直接陪同來急診 就等於他沒有匡列的情況下 他就進急診室了 他說病人的主要的症狀是什麼 肚子痛 腹痛 沒有發燒 沒有呼吸道的症狀 但是他進到的是乾淨的看診區 什麼叫乾淨看診區 就是你要嘛就是有快篩 然後是陰性的 但是一個 明明你已經快篩陽性的人 你又進到人家這個乾淨的區域 所以請不要這樣 急診有很多老人家 慢性病 嚴重的病人 所以他最後告訴大家 就醫請務必誠實告知 來 我們來看一下網友的回應 Oh my God 怎麼會有這樣的狀況 為了自己要進去急診 不想等 網友說 就是有害群之馬 別人的命不是命嗎 能不能舉報開法 牽線的醫護要小心 的確我們也希望這只是個案而已 希望大家去看醫生 一定要誠實的告知 你快篩是陽性 你就要馬上的告訴醫生 這樣才能做好最安全的處理 本土疫情爆發 近有民眾快篩陽性 沒通報闖關急診室 誇張事件發生在新竹一家醫院 一對情侶二號晚間進急診室 自述有腹痛 無法稍後呼吸道症狀 看診當下 竟坦承上午才快篩陽性 還向醫師說 怕降了會影響檢查和處理速度 讓原先乾淨診間 恐遭到污染 急診亂象頻傳 新北市亞東醫院啟動分流後 人潮明顯下降 急診部主任說 週日光是快篩加急診 高達1500人 是平常的三到四倍 這回急診分流 包含高風險區 收納確診快篩陽性民眾 非高風險區 安排陪病家人及一般病人 還另設社區篩檢站 提供無症狀或輕症快篩陽性 及相關接觸者 疫情最嚴峻的新北市 除了亞東醫院 淡水馬街 雙和醫院 臺北慈濟 等十億家醫院 都已啟動急診分流 醫師索伊峰 也在臉書上貼出照片 他直呼半夜十一點了 仍有許多民眾 等待一份報告 顯示就連PCR人力 也開始吃緊 醫師江冠宇表示 醫院早班三百人次採檢 陽性率為百分之八十八以上 對比社區PCR陽性率 百分之十到二十 都是很不必要的人力消耗 呼籲民眾多多利用社區篩檢站 台大醫師李建璋 則認為症狀嚴重者 即便快篩陰性 也可到急診PCR 但無症狀快篩陽性 就別來急診 可去社區篩檢站 期盼將醫療資源 留給真正需要的人 記者何茂謙是去陽相 於新北市新竹採訪報導 好 再來看一下台北市的狀況 說昨天新增了3000多人 柯文哲現在就說了 台北市有七大公費篩檢站 叫做危險地帶 快篩陽性再來 到底是有多恐怖 我們就先來帶大家看一下 這是北市昨天公布的圖表 4月29號的時候 才13.8% 但是隔一天 到了4月30號 居然飆升到49.1% 到了廉價的時候 5月1號更高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沒有 實現往上的64.8% 柯文哲說他相信今天 等一下要開記者會 今天的百分比 可能還會更高 在這個情況之下 提醒大家不論你要去哪裡 口罩都一定要戴好 然後戴有效的口罩 不要戴漂亮的 要戴有效的 然後記得請洗手 再來我們看一下 警局這怎麼回事 在嘉義水上分局的群聚染疫 居隔超過30人 感染源疑似找到了 原來是上個禮拜 警方向嘉義看守所 借提了一名收藥男子 然後徵訊了兩個小時 嫌犯回去發燒 PCR採檢確診 嘉義縣水上分局 傳出超過30個人確診 分局力氣氛緊張 每天都在清消 水上分局不得不緊張 4月28號 一名原警PCR陽性 接著內外勤 陸續都有原警確診 目前居隔加確診人數 達到33人 分局回想最有可能傳染主因 是一名犯下毒品案的陽性男子 他在3月份被收押到嘉義看守所 4月26號被水上分局借提偵訊 大約兩小時 恐怕就是擴染分局主因 那時候並不知知 這名55歲男子被分局借提後 三天出現發燒頭暈症狀 第一次快篩陽性 隔天高燒不退 再篩陰性 在接護送醫後PCR確診 目前水上分局居隔 跟確診人數有33人 全分局193人 每天快篩 踩陰者才可以入內辦公 讓分局不敢不小心 好 再來是有網友在網路PTT說 自己確診了 然後描述他的症狀 他說奇怪 他之前已經有打過3劑BNT 每天也認真消毒 減少耐用 沒事不亂跑 結果還是確診了 他說確診後三天來 他的症狀 天啊 他說地獄般的三天 喉嚨巨痛 吞口水跟吞刀片一樣 半夜是喉嚨痛到睡不著 止痛藥完全沒用 還會瘋狂的咳嗽 咳到說胃裡的食物都吐出來了 然後嗅覺也喪失 他說確診症狀 嚴重超乎他的想像 這個已經不是 我們想像中的重感冒了 他說到第四天 喉嚨痛的狀況才減輕 不過他說到目前為止 完全聞不到味道 洗澡也聞不到肥皂味 也聞不出 雞但是壞掉了眉 在這個情況 提醒大家不要掉以輕心 其實之前很多歐洲的報告都說 確診不是一場重感冒 並不是大耗流感 大家要先做好自身的防護 保護自己也保護家人 再來小朋友打疫苗 莫德納兒童疫苗 新北開打 第一天打氣好像還沒有很高 只有三成 有家長還在觀望 要不要等BNT 也有家長認為 莫德納的副作用可能比較強 那第二劑要混打嗎 中央跟地方好像都還沒有答案 那專家說應該要混打 而且要以BNT為主 所以也希望中央在三個月內做好決定 小朋友緊張地縮在老師懷裡 新北市莫德納兒童疫苗開打 第一天打氣不高 只有三成 第一梯以國小中高年級先接種 不少家長在觀望等BNT 應該會等BNT 莫德納目前看起來 國外實證的數據是比較少 不想當第一批 好像有點感覺像那個白老鼠的那種感覺 很多家長以為 六到十一歲孩子現在打了莫德納 如果副作用強烈 孩子下回能比照大人混打BNT 但真的是這樣嗎 換言之從中央到地方 沒人說十一歲以下的孩子能混打 兒童疫苗政策不明確 家長大炸鍋 專家建議該開放混打 而且要比照多數國家 兒童以BNT為主 那BNT也是一樣考量第二劑混打 減少局部的副作用 很多國家它是規定 主要是以BNT為主 以莫德納為副 他們早點做決定 至少在三個月之內 能夠決定的話 家長他們會比較放心 當中央拍板與病毒共存 兒童疫苗政策還補薩薩 讓家長膽戰心機 今天由陳林佩傑 森居小組新北採訪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加通的細菌作用之後 只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淫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 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